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政治到了 今天是阿敏來代班 這個Delta目前為止 初步恐怕CDC已經必須承認了 進入社區之外 還有多股傳染的可能性 觀眾朋友 上禮拜五我們在節目的時候發現說 天啊 基斯德Delta 而且是兩個人全台灣爬爬罩 這個案例相關所有立刻匡列 第一時間進行PCR全部都是陰性 但是才剛剛發現 這一個禮拜之後 最新今天一個禮拜了 再塞一次還是陰性 但是Delta潛伏期可能到兩個禮拜甚至更長 所以基斯這個部分 還不是很確定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但是最近爆起的幼兒園的 埃及霸的 是不是只有一支感染源 還是交互的 多重的 這個今天我們要來好好的了解一下 所以不論如何觀眾朋友 我們台灣人也真的很聰明 天啊 Delta來了 今天AZ登記爆炸滿 隨我 近前拜託你們煮你就不愛煮 現在隨我還是這樣比較聰明 但是呢 李斌宜醫師他說了 其實在台灣來說 你看到即便Delta很可能多重的這個傳染力 已經埋伏在我們社區 但始終沒有變成一個大爆發的狀態 其中的工程之一是你跟我 我們大家很愛乾淨 常常洗手 當然還有戴口罩 可是李斌宜醫師說 口罩就像我們另外一個疫苗的時候 馬上被出征 快點網友說 不然我把口罩打成枝 幫你煮看看這樣可以嗎 事情不是這樣說的 大家有沒有想想看 為什麼Delta有可能已經潛伏社區 長達一個月時間之久 但台灣還在可控的狀況之下 跟我們的生活習慣有很大的關係 今天Delta到底已經在台灣 出現什麼樣的一個面貌 我們要怎麼樣特別的小心 今天要來好好地討論一下 再來看一下 最近有一個竹竹可能要合併的議題 竹竹合併誰得利 這個也可以思考一下的 還有戰鬥欄成型之後 戰鬥欄裡面居然有一個新黨的成員 這是怎麼回事 真的是要把大餅做大嗎 還是只要反綠 把綠踐踏到底 藍軍就可以拿回執政權 事情有這麼簡單嗎 我們還要看看這個明教的看法 先來介紹以後來賓 主要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蔡宇先生 主持人 大家好 政政學教授范慎明老師 惠明好 大家好 還有教授兒童感染科的醫師 黃崇寧先生 大家好 再來教授知識媒體黃創下 惠明好 大家好 再來民進黨籍的 台北市議員簡舒培 惠明 大家好 還有教授台灣智庫民調中心的主任 卓冠廷 觀眾朋友大家好 先一開始我們帶您來關心的是 這個板橋 這個已經進行全面性的了解了 那多重的可能感染源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要進行廣塞 甚至驗血清 來看今天疫情的最新進展 就怕感染一波接一波 幼兒園群聚感染案 擴大到板橋某社區 大樓還兩度大清修 就是一位幼童家長 埃及爸染疫 事後又傳給哥哥和表哥 不過原本將三人 戰列為境外移入 指揮中心坦炎 可能要改判 個案相關的兩位他的親戚 那抗體的檢驗都是陰性 那當然我們昨天有講 就是說通常抗體陰性 就代表就是說 應該是感染的時間更短 經過研判之後再改列為奔徒 雖然埃及爸爸也就是案16160 不論IGM跟IGG都呈現陽性 不過埃及爸兩位親戚 哥哥案16169 表哥案16170 抗體檢測都是陰性 代表感染時間很近期 可能是7到10天內被感染 因此有可能改判 只是不排除社區已經有隱形傳播列 因為外界關注 裝修工人 夫妻檔住在北市文山區 曾傳出多次進出板橋某社區大樓 但指揮中心解釋 跟埃及爸沒接觸 住家附近就是看這個狀況 主要是機 它主要是機械組裝的一個工具 竟然沒有接觸 那究竟怎麼感染 為了持續釐清 確切感染源 指揮中心也針對 板橋某大樓社區內18人 進行血清抗體檢測 釐清傳播列 只不過專家質疑 這個人數也太少 事實上這1000多位 事實上如果可以幫他們廣泛的 就篩檢那個抗體的話 可能更有幫助去釐清 醫師也呼籲 應該全數驗血清 就怕有任何漏洞 讓Delta往外擴散 好我們先來看新北 洪友宜今天宣布了 沒有新增個案 所以板橋這個社區快篩813個人 結果出爐了 全部都是陰性 但是當然有專家就認為說 是不是要廣塞 截斷所有可能的傳播鏈 阿中部長說了 幼稚園整個框起來 維持27個人確診 有人說 這是不是疫情已經可控了呢 阿中部長說 至少沒有惡化 但是初步的了解 可以發現整個幼兒園 應該都是同一個感染源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看 幼兒園這一串 還有894個人代驗 希望全部都是陰性 那麼埃及霸 那在昨天指揮中心有說 有可能他是 這個境外感染帶進來之後 變成是一個主要的傳播鏈 很有可能他是一個感染源 大大中部長今天鬆口了 他說有三個途徑 有可能是孩子傳染給埃及霸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埃及霸他回國的時間 他解隔離的時間 他其實比這個裝潢工夫婦還晚 就是他們時間點是沒有重疊的 那麼到底怎麼一回事 所以阿中部長現在開放了一個可能性 不排除是孩子傳染給他的 有可能就是本土案例了 這個我們等一下請醫師專業的一個說法 因為裝潢工跟埃及霸出的時間是沒有重疊的 所以是不是早就有隱形的傳播鏈了 我想請問一下黃醫師 就是Delta進來了 目前我們所已知的有限的線索跟資訊理念 你怎麼只看斷這一起案件 過去這幾天大家都對這個幼兒園裡面 到底是哪一個人是第一個源頭傳進去 那因為算一算大家都發現埃及爸爸 是這個從國外回來 大家就劍拔每個人都箭頭都指向他 不過從埃及爸爸跟他的家人 一開始在這個14天隔離的時候 前側中側然後解隔離右側 三次都陰性的狀況下 要說他們是這個傳遞出來的 這個第一個什麼叫做第一個病例的話 我覺得是有點不可思議 那當然唯一的可能是說他們在離開隔離之前 在這個檢疫所 不是說檢疫所 就是隔離的這個防疫旅館裡面 如果有其他所謂的消毒 不是很乾淨 從那個地方開始感染的話 那也是有可能 不過從這幾天的疫調看起來 他之前往前追的防疫旅館 好像也沒有其他的個案 又再傳出去 所以我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常常對這個病毒 有一個R0值 很多人在這一年來 每一個人好像都專家 大家都會知道R0值代表什麼意義 大家講到Delta 就是說現在R0值超級大 一個R0值跟6、8 一個人感染可以傳染給6個人、8個人 但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大家對這個R0值有錯誤的認知 如果你想想看 一個R0值是一個人傳給6個、8個人 那每三天 這個每五天就打一波的話 那麼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幼兒園的小朋友 不是8個人中獎 應該往後傳就8、6、48 應該已經有將近50個人中獎 但是沒有 所以R0值並不是我們看整個疫情傳播唯一的因子 簡單來講R0值它是一個平均值 怎麼說呢 我再用另外一個數字來跟大家解釋 就是80%的病人 其實是來自10%的人傳給他的 那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傳播鏈 就是一個人傳給一個人 一個人傳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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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八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傳給八個人 這種感覺啦 所以就是會有一個super spreader 就是傳染力特別強的人 在你一瞬間把那所有的疫情都爆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這個所謂的幼兒園 或是國中 好奇怪喔 感覺已經是一個不明來源 可是怎麼好像 就只能永遠都只追到一點點 好像都沒有太大規模的群聚 但是因為他還沒有到那個關鍵的人 那個關鍵會炸開的那個人 才是我們疫情無法控制的關鍵點 所以不要有一個所謂的超級傳播者 在我們今天這不管是新北 或是台北的國中 不要有這個人出現 我們就還能夠追著 勉勉強強追上這個病毒 所以你說現在可能我們沒有這個人 也有可能我們還沒找出來 對我們 很極端欸 對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從這個觀念我們可以解讀很多的事情 小朋友通常不會是那個super spreader 不會甚至超級傳播者 因為小朋友他本身接觸的人沒那麼多 他不會去跟人家開趴唱歌 那也不會到處跟人家握手 加上小朋友的飛沫噴得比較近 所以他能傳播的通常都是身邊的人或家人 所以在這個幼兒園聽起來好像很嚴重的 這個個案的數目聽起來很多 但幸好我們只能感謝 而且剛好就是這些傳染力比較小的小 這個比較少的小朋友 所以如果從這樣講法 老師可能才是比較有可能是這場疫情 這個傳給小朋友的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埃及爸爸沒有跟全班小朋友相處 他只跟自己的小孩相處 但是老師是比較他的工作所在 他必須跟全班小朋友相處 所以我倒是覺得如果真的要追 我比較擔心的是那老師是誰傳給他的 你覺得這可能是追他的重點 這個比較有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這個疫調重點是一直往外去匡列 然後一直往外去監測 但是如果說在講抗體 我倒覺得那個不是現在緊急要做的事 驗抗體就是在學術上 我們會很有興趣 我們很有興趣知道 在這樣的一個疫情當中 有多少人前中後 在歷史的軸線上抗體的檢查 給我們數字 但在第一時間當下 當然是每個人就趕快做PCR 不用花時間在抗體 身邊的通通都匡列都隔離都做PCR 那才是當務之助 先阻斷傳染才是重點 這時候為什麼會提出抗體 這時候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所有的資源要用在刀口上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埃及家族 你看8月16號他檢疫期滿 他8月4號來台探經 三天內的陰性證明是有的 防疫旅館檢疫 8月16號檢疫期滿 都還是陰性的 但是他9月6號 因為曾經接觸確診症 所以9月8號確診 CT值37.9 醫生的意思就是說 那他現在多少 對 他如果已經是死的病毒 才是先前傳染的 他才比較有可能是代言者 對 如果他現在CT值往下走了 我懷疑已經往下走了 對 所以阿中部長才會說 有可能是他兒子傳染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個整體來講 大家一般民眾 我們不用太多的預測 但是要做好自己個人的防護 這是比較重要 所以你現在看到埃及人不要彈開 對 搞不好說他們要彈開我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三個人入境之後的檢測 五次PCR的採檢 之前都是陰性的 然後第五次採檢之後 才是相當高CT值的 不知道是不是剛剛被傳染的 需要進一步 但是台北市中黃宮夫婦 8月12、13、14、9月8日 四度出入板橋的這個B洞大樓 現在最新消息是他們沒有進去 是在外面查看 所以他是不是因為社區感染的 不知道 但是已經確定他跟埃及家族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但是不論如何 這個有的人 跟跌處披薩 斑橋B洞 跟跌處披薩 突然被抓走 說要隔離了 有的跟他也不同一層 反正B洞就是緊急的 進行封鎖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人 當然我們是有史以來 第一次遇到COVID-19這樣的一個疫情 所以很多的第一次 我們現在要連線給江先生 江先生 他也是非常臨時 就被抓起來關了 他因為這個有洗腎的關係 所以他是送到條件比較好的醫院 來進行這個關14天的這個檢疫 但是他的妻子呢 被關到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他說真的 他整個人非常難看 我們現在連線江先生 你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情境之下 你是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被通知 你必須要入住到檢疫中心的 在我們買飯回家的路上 然後他並不是電話通知 他是直接在我們社區的中庭 建立了這個指揮所 然後一一的告訴我們說出去就不要 進來就不要再出去了 然後下午準備要去防疫旅館 所以我們大家都措手不及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 然後也不知道要準備什麼東西 重點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 你會不會懷疑他們也不知道把你們送去哪裡 他們也不知道啊 所以到我們制調結束之後 要去哪裡我們行李準備了要去哪裡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你12點回家 你12點回家衛生局幾點打電話 問你們家多少人 我們大概是差不多3點多才打電話給我們 就問一下你們家的基本資料這樣子 然後再叫你們繼續等候通知 重點是他這樣口頭問 那如果假設今天這一戶 有人不想去 他不報他也不會知道 那是不是其實就有漏洞 所以這是榮譽制耶 你們報多少就算多少就對了 對啊是這樣不對 而且我們家跟陳子社 我們全家都去了 那你會不會懷疑 因為還會在搜索吧 沒有搜索嗎 他可以跑到別的地方住啊 所以這個人也許他如果有問題 結果他又跑到地方又感染了 是不是就漏網之魚了 如果我在門口中庭看到有人在的話 就比較快痠了耶 有可能喔 就是中庭就有人會痠了嘛 第二個關卡你看到的漏洞 我們地下室還是可以出路啊 我們地下室是共通的啊 所以你懷疑這是一個漏洞 第二個漏洞就是說我報備多少人的時候 對不對 對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他就從地下室搜出離 也有可能 有可能啊 因為我們A病棟是通的嘛 現在地下室他出去了 你也不知道你是A病棟還是B棟的人 啊江青你是因為你身體的狀況 所以你就被派到醫院了 你幾點 但是我老婆他們全家都是去 我們家人有另外七個都是去焦溪 然後我媽媽還被落單 我媽媽最後是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新聞 就是萬里的那個就是因為送焦溪 送那個醫療所都已經塞滿不夠了 然後有一批人才臨時被調到野柳去 就是那個萬里的那一批 然後到那邊之後 有人還沒有位置 所以又又改調到北投跟那個林口去 所以你們家七個人 很亂就對了啦 你們家七個人散步哪幾個地方 我們家有有在焦溪跟萬里 然後我是在醫院這樣 那你們家只分三處是不是比較幸運的 算是幸運啦 因為但是你說幸運我也不覺得幸運 為什麼因為他們現在那個疫調的 就是他們的護理站 他們臨時進出的護理站 每個護理站標準都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他們有刁難的 讓我覺得有刁難的態度 為什麼這麼說 像我們家幾乎七個人都是去焦溪 那因為我們都是很臨時被通知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會去哪裡 那等到的時候發現旅館根本沒有冰箱 譬如像我妹她在餵母乳 那母乳不可能說想擠就擠出來 然後想喝就喝嘛 那一定要冷藏嘛 可是他們旅館也不願意提供冷藏設備 然後我們我妹本來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買個什麼寶冰啊 的東西 那他說你們也不能網購 只能由家人送 問題是我們是板橋過去的 然後在焦溪我們要找誰送 而且我們全家都已經 你們全家都關起來誰要送 對啊那誰要送 然後後來他好不容易 我們現在找到有人要 找到中青要幫我們送 結果他又說 一定要在今天下午四點前到 四點之後不收了 因為明天颱風要來 我不知道這個颱風跟 颱風是明天的事耶 對啊颱風跟護理站收不收 物資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實在很難理解 所以你有一種被刁難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 既然我們社區被隔離 我們有一個LINE的群組 那還有人反應很多 譬如說還有那種就是 那個有人要辦公 可能要借一張椅子 旅館也不願意借 說椅子也不能借 就不能再多借設備啦 然後像有一個小朋友他要打胰島素 一樣也沒有冰箱 可以冰胰島素 然後他媽媽很感情 可是他也不願意 旅館也不願意幫忙 然後像重點 我現在要講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我老婆跟我女兒住的房間 竟然是在逃生門的外面 很明顯那個應該就是違章建築 逃生門 對 他們是住郊西的 然後要進他們房間 還要先把逃生門打開 才可以看得到他們房間 我相信這個是常識 應該沒有旅館的房間是在 正常的房間是在逃生門的後面 是 對 所以你就想起之前嘉義的火警了對不對 對 然後他們現在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不敢鎖 然後他們就用警報器 所以他們一在出出路 那警報器就一直響 那我老婆就恐慌症就發作 就很緊張 然後後來我老婆說 那不然你先讓我跟我女兒住同一間 那這樣他比較安心 可是光這個要求 這個請求 卑微的請求 從昨天早上搞到昨天晚上都不行 後來一直到 今天早上我一直找到 我們新北市的衛生局 然後跟他們投訴 請他們幫忙 他們那邊的指揮官才同意說 讓我老婆先搬過去跟我女兒住 可是重點是他們現在住的地方仍然還是違章建築 你們家人到整個安頓下來 當天已經到了凌晨的兩點多了對不對 我老婆他們到的時候應該已經十點多十一點 我媽媽更久 我媽媽是晚上快十點才出門 你媽媽等於是 所以她到的時候應該也是差不多十二點一點的 好 所以這個疫情發生之後 侯友宜市長 他一直表現說他都準備好了 防疫旅館都寬好了 什麼都OK啊 你們聽我的就對了 絕對不是這樣 我們是當事人 我可以很誠實 我可以很掛保證跟你說十對不是這樣 尤其有一個 他們那個衛生局長不是出來說 隔離全部都在北部 這個是完全是騙人的 其實一開始都是宋宜蘭 是宜蘭不夠了才送萬里 然後萬里又不夠 才送北投跟送林口 所以他講的是湖南的 根本不是這樣子 宜蘭算北部吧 他如果說宜蘭算北部 可是我們一般人 該年宜蘭不會講北部啊 所以你自己親身體會之後 你就發現說這個侯市長 他在螢光幕前出來 表示他都準備好了 一切都透懂來模樣 落差是大的是嗎 我覺得真的有讓我感覺落差 因為感覺好像他是鐵血 好像那個好像很果斷 可是事實上 等到我們真的在遭遇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就是跟好像電視上看到的 真的就感覺是有落差的啦 事情就是要遇到才知道 對對對 然後底下這些衛生局的人員 就是能推就推 那不願意幫我們解決事情 其實江先生講的就是現在 新北市民共同的心聲 整個新北市過去這幾個月來 其實在防疫上面很多事情準備不足 可是侯友宜整個市府團隊 就是好像碰不得的 大家只要一講說防疫難以沒有做好 他就說你在搞政治 你在亂批評 新北市到今天為止 整個新北市的防疫管確實不足 到今天保守估計 大概只剩下一千多個房間 那我對比一下一盒之搖的台北市 台北市大概有六千多間房間 所以新北長久以來 他的防疫旅館不足 五月的時候 當時就有新北市議員有質疑說 防疫旅館不足的事情 新北市回應是什麼 新北市回應是說 我們官網上的房間數值給大家參考 我們陸續在增加中 所以不要看官網的數字 那你要我們看什麼 這個防疫旅館這次用到了吧 問題就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侯友宜的狀況 就很像是 鴕鳥然後再演去朦朧 他表現出自己很有尬詞 然後什麼事情都第一時間處理 像今天超早一早 還有很多朋友可能還沒起床 他就馬上公佈說 是好消息八百多個檢驗出來是陰性 急急忙忙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可以放心 可是真實的情形是 目前大家專家最擔心的事情是 DELPA病毒可能已經有隱形傳播鏈在社區 而且不只在新北 甚至現在懷疑台北或其他縣市 是不是有可能類似的情形 可是我們看一下 他們是怎麼反應這個事情 兩天前 我很正式的公開的揭露 就是有人投訴吧 而且這個是非常可靠的消息來源 就是在八月中以後 就確實有這一個幼兒園裡面的小朋友跟家長 他們有去新北的診所就診 而且當時已經有呼吸道症狀感染 有發燒的情形 所以現在很多專家都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新聞了 這個消息後來大家都知道有這件事情 大家認為說你現在在做 發現疫情之後後面的清銷後面的 去驗批下這對 可是你要回去找到八月中那是源頭 當時可能你已經有感染的訊息 所以我們是好意 可是新北市他的昨天回應是什麼 昨天媒體朋友在請教侯市長這問題的時候 侯市長是不回答 然後叫也不是叫衛生局叫他們的發言人出來 講說我們不接受無憑無懼的指控 好他這意思代表什麼第一個 新北市有敢不敢說我們這一個指控是錯的 第二個真實的情形是 他所有的資料新北市政府都有不然我哪來的訊息 你是有所本的我是有所本 那這件事情其實背後我覺得是 這是騙不了人嗎 那一些年輕小朋友跟他們家長的就義紀錄 跟當時的診療的紀錄 新北市政府手上都有啊 那我們現在最擔心其實就跟這個是有關 現在大家看到他準備不足 可是他現在急急忙忙跟大家講說 我現在大高闊府做後續的處理行程做得很好 可是如果真的是八月中跟後這段時間 這些小朋友跟家長已經有去醫院 有去就診 而且當時已經有呼吸道感染相關症狀 是不是有可能有其他隱性的傳染給別人 然後只是現在還沒看到甚至是有可能無症狀感染 可是再感染給別人 這都是有可能的 我真的是好意啊 我說拜託 希望新北市政府聽進去 其實大家並不是要跟你搞政治幹嘛 這是真的的情形 那你現在就好好去面對 然後回頭找到八月中 你手上也有他們的就義紀錄 也有當時的症狀 然後把他的接觸史往前掉 那我最後要講一個是 這是他今天公佈的 就是相關的人的關係圖 其實有兩例 我去做了交叉比對 一例是16141 一例是16139 這兩例 16141 這一例我要特別講 這一家的已經四例確診 那到目前為止 他們網路上 可能是還在疫調中 可是足跡其他例公佈 可是這一例的足跡還沒有公佈完整 那139這一例 其實CT值比較高 那他的小朋友跟家人 他的足跡應該也在疫調中 可是我們去比調他相關數字 其實也沒有公佈完整 所以我最後講結論 就新北市政府到目前為止 你看剛才防疫旅館 他的數字也不是透明的 今天連這疫調也是部分公佈 部分不公佈 所以大家難免會質疑 甚至我前兩天的那個質疑 他也是不願正面講 那你就講卓安婷你講是錯的 我們查了之後 八月中沒有這件事 那我要道歉 可是 就 把一個防疫搞成政治 我覺得很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善意提醒 以上這些資訊 給你們做參考 趕快公佈 趕快讓他透明一點 好 但是我們真的要呼籲 基層的診所 但是我相信說我的醫生 其實真的也動起來 Delta已經進入到社區了 所以有相關類似的症狀的時候 真的小心謹慎為要 我們來看看社區 其實恐怕是Delta已經進入社區 同時有幾例 真的是還是不明感染源 會不會有更大的爆點 我們來看VCR 新北幼兒園群聚案 波及雙北地區還沒落幕 沒想到雙北卻不斷爆出 不明感染源確診案例 10號新增一名案16173 住在新北深坑60多歲男性 因為要到醫院看病先採檢 沒想到陽性確診 也匡列13名相關接觸者 在其實新北9號才新增 兩例本土個案也都還找不到感染源 案16167跟16172都在三籌 其中案16167因為工作需求到醫院 採檢確診CT值達30 案16172則是同住有人 被匡列後採檢也確診CT值31 醫師認為社區風險變更高 如果是末期的話 那你要考慮他中間到底傳染給誰的 因為他總是有經過比較高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內 他曾經走過的足跡跟他接觸的人 可能都有風險 從幼兒園群聚爆發以來經過五天 不明感染源案例幾乎每天都報 像是9月7號新增的個案 案16162系位70多歲男性 因為身體不舒服 送醫急救到院前沒有生命真相 PCR培檢呈現陽性 初步研判跟社區感染案無關 另外9月9號文山區兩名個案 裝修工人夫妻 曾到新北社區大樓做裝修 但感染源還在調查 還有案16179國中生感染源也都沒找到 盡量讓所有被感染者都被確認 太多條現實的一些感染 都有可能造成不同地方的區區爆發 最近感染源不明 染疫案例持續增加 雙倍可能有多條傳播鏈 不排除DOTA病毒可能早就進入社區 只能盡快匡列自主快篩 盡快揪出隱藏個案 我們來看板橋這個大樓 是不是有多條傳播鏈呢 該不該來進行廣塞 這是一個 裝修工人到底有沒有進去 是不是在兩分鐘之內就染疫 然後染疫的地點 有沒有可能從電梯 密閉空間公廁等等地方 這個都是要注意的 所以是不是要開始來進行廣塞呢 那麼這個幼稚園這個群聚 27個人確診 但是燒出了裝修工夫妻加1 加2 加2 那專家就原本說 DOTA是不是已經早就潛伏了一個月的時間了 CTC最擔心的就是三重這對夫妻 這個兩例CT值都是高的 他們跟新北幼兒園區域感染事件 是查不出關聯的 所以恐怕是相當有可能有另外一個感染源的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黃醫師 應該進行廣塞 因為你剛剛有講兩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 並沒有傳到一個超級傳播者 所以我們在可 現在已經叫做疫情可控範圍內了 第二個就是我們還沒查到它 根本就還沒有控制住 對這剛才在VCR當中有講到說 當我們驗出來一個個案 它的CT值30 那意思是說病毒量很少 那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他還在起病的初期 一個是他已經生過病在疾病的結果 不要以為一劑疫苗沒有效 尤其我們台灣有各種不同的疫苗 如果你打莫德納一劑 其實那個病毒量是可以被你壓得很低的 所以打疫苗當然還是很好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很多人都說隱形傳播鏈 怎麼叫隱形傳播鏈 如果Delta的它的這個傳播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一次都可以炸開 一個人可以傳給五六個人的話 怎麼會隱形呢 所以隱形一定都還是傳在 存在在那個一個傳一個個的階段 就是這一個鏈因為它的人數太少 所以你追不到那個人 你就不曉得到底他從哪裡來 那現在這些不管是這個台北或新北的 這好幾個不同的點 他們彼此之間目前問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樣的共同的接觸 但是也許中間有一兩個關鍵人 你不曉得而已 那一兩個人如果在這個疫調的時候 他沒有誠實或是他忘記了他沒有想出來 或是他根本不曉得他已經接觸過 比如說他在這個超商買東西的時候 剛好前一個人打噴嚏他又摸得特別輕 我們不曉得哪一個是真實的 所以剛才提到說到底要不要廣篩 那要多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過我想今天這個廣篩的這個話題 我們已經有一個第一個解答是 目前已經很多篩檢站了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利用 不舒服就去篩 對可以利用篩檢 不只是不舒服 就是你只要你覺得你好像 曾經接觸過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你覺得怪怪的你就去篩 因為很多人他是無症狀或輕症 他不見得有不舒服 你篩一篩比較保險 那如果你不想去篩檢站 而且篩檢站有些也很忙 有時候你來幹嘛呢 你又不住這附近 你又沒有就是他可能會有點覺得說 我們人很多 而且排隊什麼也怕群聚 那麼現在都有自己在家居家的這個快篩試劑 你從Seven從藥妝間就可以買了 我都常常跟一些 因為很多的家長 他們可能有親朋好友 是在這個這個新北的這些小學校 他有間接的 比如說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媽媽 他們有一起上什麼課 有一起上什麼課 雖然離很遠 可是心裡就毛毛的 我就鼓勵你 你就買個快篩試劑在家篩 你今天篩 然後兩天後再篩 五天後再篩 你如果連篩兩次都沒有 你大概也不用想太多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不要這什麼時候 什麼事情都靠政府 我們現在的這個 個人已經有很好的武器 我們也是民主社會 我們大家可以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好來 蔡委員 我剛剛聽到了這個江先生在講說 他們昨天他們整個家庭的這個流浪的這個一個晚上 我聽了感觸很多 因為他說他是到醫院 然後他的太太先到萬里 然後萬里又沒有 然後又被轉送到林口 然後甚至有的有的到郊西 到了宜蘭的時候都到宜蘭去了 我就忽然想到了就是說 在今年五月整個疫情爆炸的時候 我記得在五月二的時候 因為臺北雙北的這個確診人數增加很多 雙北增加太多了 所以你在那個當下 看到的就是說 臺北的集中檢疫所有夠 所以大概臺北的確診的 就可以留在臺北做集中檢疫 那在當時就是說新北的集中檢疫不夠 那所以在新北的確診的 有確診或者是有匡列 需要到集中檢疫的人 就有到中南部來一起來支援他 這是當時的狀況 那至少在當時也有去檢討了說 那新北市有多少集中檢疫的空間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 在今年的五月二十二 五月二十二 在當時看這個統計起來 大概新北這邊有九百三十八間 然後有說要再增用三間旅館 那如果當時是九百三十八 如果剛剛聽到的數字是一千一 是不是就增用這三間旅館 那表示你從五月二十二 增用這三間旅館 你就沒有再多新的努力了 五月二十二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集中檢疫所 我們知道說面對這一次疫情的這個戰爭 我們就是一定要做好這個疫調 疫調完就是要匡列 那匡列完就是把它檢疫隔離 這個是我們面對疫情的SOP 所以一個地方的一個 你們防疫是否做的扎實 就是你有沒有做好你的戰略物資 集中檢疫空間就是你的戰略物資 那我們事實上再比較一下 面對delta呢 事實上屏東當時也有面對delta過 那屏東當時是榜山 那個當時潘孟安市長 縣長他是直接兩個村 榜山村跟山魚村 這兩個村頭直接用準市集 直接就封村了 所以現在大家來講 新北的狀況 當然都市跟鄉村 他們面對的人口密集不一樣 但是你可以用至少是兩個社區 那這兩個社區你要怎麼擴大擴大的 你去匡列 然後好好的做好隔離這件事情 至少要打破例拿出來 不可以說這樣很多事情 一開始沒有下好決定 然後後來再增加再增加 當然增加是對的 但是你一開始決定沒有下好的話 你就會讓這一群需要被隔離的人 他們會處在不知道一個環境 不知道要怎麼配合政府防疫 那以這一點侯有魚 我覺得要就加油了 這個之前 AZ剛剛開始我們買的 第二時候 風險得吵吵了 那現在疫情起來了 AZ已經是爆滿了 廣告做更多的討論馬上回來 大概是什麼樣的 就是一樣啊 就用Google米的上課 家人都沒有接到通知 對 我現在才知道這件事 我還沒反應過耶 癌受學生沒接到停課通知 收到消息超錯愕 小邦在九號晚間八點 收到通知有學生PCR陽性 立即向教育局通報 並展開防疫會議 十年中緊急通知全校家長 預防性停課一天 確診班級停課十四天 小邦指出確診學生是跨區就讀 五星在板橋工作 八號還有到學校正常上課 但九號開始胸口不舒服 就醫採檢確診 之前完全沒症狀 而他還有同住妹妹 就讀中山區小學 該班也預防性停課一天 目前據了解下課後有一個 家教班 那目前這個家教班 是屬於四人的小型家教班 同班其他二十九人和同住家人 全部入住防疫旅館 而同校其他人 將由聯益團隊進駐 分時段分流進行採檢 但北市學校被疫情波及 不止一間 四點左右接獲到就是 學校有一位教師 因為跟確診者的一個足跡重疊 所以被通知要居家隔離 北市文山區一所國中和一間婦幼 教職員和確診者足跡重疊 國中三個班九十人 預防性停課 婦幼也停課一天 北市校原疫情 警報總計共有十一所學校 一千五百一十四名學生 無法到校上課 雙北請防疫假人數也飆到 七千六百人 恐怕再轉行高 好 我們前一陣子有幾天的佳琳 大家蠻高興的 大家心裡都清楚 Delta隨時進來 只是真的沒有想到這麼快 那麼一進來之後開始 連AZ都要搶了 狂刷三十分鐘 卻跳額滿通知 網友絕望說連偏鄉全滿了 其實打高端 真的就可以保護自己避免重症了 打高端第一劑之後 第二劑可以頂得上 你第一劑打莫德納的 你現在第二劑什麼時候頂得上 不知道 所以其實究竟方便就好了 我們不是要飛天掙地 打疫苗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們煮疫苗就是 預防重症 預防住院 就是這樣而已 你當初 閒AZ閒得要命 現在要打了 哇 額滿了打不到了 我們來看 今天就是突然四區 台北市的三區四個學校停課 原來是有一個國中生確診的 這是在松山的國中生 身體不舒服就就診之後發現自己確診 全班29個人停課14天 其他班級624個人先預防性的停課一天 這個確診者的家人 這個國中生的家人 念中山區的一間國小 全班27個人也預防性的停課一天 今天本土案例有兩例 另外一個是在新北 那比較麻煩的是 就是他們都不是在匡列內的 他們都是就診不舒服發現是確診的 對 他們這兩例其實都是 不是聚隔陽性的 而且現在源頭都還在查的當中 那松山區的這個國中 其實今天後來還有影響到旁邊 大約兩公里的一個國小 他也有一個孩子跟這個確診的小朋友 學生因為有密切接觸 所以這個班也被停課 今天也被停課 他們現在就已經知道是Delta了嗎 不知道 不知道是Delta 以Delta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還沒有驗出DNA 可是我覺得他也沒有用Delta的方式處理 因為如果是Delta的方式的話 那就是要一圈兩圈的去做狂列 但他們現在都只有做自己那一班 那個同學確診孩子的那一班 居隔14天 全校停課一天 預防性停課 可是預防性停課 你到底能夠做什麼 造成恐慌之外 其實你沒有做什麼 那台北市還說 這個松山區的這個國中 全校的學生去做PCR分流檢查 所以停課那一天 所有六百多個孩子 還要繼續到學校去做PCR檢查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那到底是為什麼 就是說我們 我搞不清楚為什麼 那這個文山區的國中 也是有兩個教職員 因為都有跟確診者 有過足跡的接觸 就是裝潢工夫婦 對 所以這個他這個老師 有在這個 有到三個班去上課 所以三個班全部都停課 居隔 對然後另外幼兒園 也是同樣的狀況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整個事情 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包含這個新北市 其實我發現就是說 剛剛這個議員有講 屏東之前在面對Delta病毒的時候 其實是封村 然後做連續好幾天的大普篩 讓所有的人 可能感染的人 全部都去做這個檢查 那桃園也是 桃園的機師確診之後 你看他那個 那個機師的小孩 的那個學校 總共做了兩千八百四十五個PCR 而且他是隔一天馬上就做完 可是相對於新北市 新北市現在這個Delta的病毒 已經進到社區裡面去 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讓他這個居家 你要讓他送去檢疫四百個人 你就送的亂七八糟 送到晚上有十一個人 跑遍台北的林口 這個萬里找不到地方 後來還送到這個宜蘭去 然後搞了亂七八糟 那新北的這個案子 第一天侯友宜匡匡列幾例 五十二例 他是九月五號 九月六號變了一百零九例 九月七號變成四百一十一 九月八號匡列一百一千零六十二名 九月九號變成九百七十一名 今天又變成兩千兩百四十五名 所以你看這整個匡列 就是亂七八糟啊 毫無章法 如果你一剛開始 你就先確定了我要匡列誰 你要一圈一圈的匡列 你把該做PCR的人全部匡列起來做PCR 就不會做成亂七八糟嘛 那相對於台北市 台北市的這個 中皇宮的這個夫妻 他其實是跟板橋的社區有接觸 所以有確診 可是你知道他是誰通知他的 他不是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通知他說 你跟我們的確診者可能有接觸 所以你必須要去做PCR 他是他的業者跟他講說 我們整棟社區所有的人都去做PCR 你這幾天有來我們這裡 所以你去做PCR 他才到我文山區的醫院去做PCR 才發現他確診 所以你就看這幾個縣市政府 在面對病毒 在面對匡列隔離篩檢的時候的態度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也會讓人家覺得說為什麼 你看桃園那時候大家也是 上個禮拜六上個禮拜天的時候 大家人心惶惶 但現在目前好像慢慢的控制下來了 但新北市的這個 為什麼他的整個確診的狀況 會越演越烈 然後讓大家一直人心惶惶的 一個原因就是在這邊 那台北市我認為他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因為台北的確診 不一定是Delta病毒 所以他全部用預防性停課 但你這樣預防性停課毫無幫助 你停課一天 你對於預防病毒有什麼作用 沒有 你除了傾銷之外 你沒有什麼作用 可是你會讓所有的人都非常擔心 今天早上才有一個 這個家長會到我辦公室來拜會 他說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現在不是小孩 我要先自己停課 停二十天在家裡 我是不是要先自己請這個防疫假 對有些家長是真的不讓孩子上課 是因為他快非常擔心 因為你看昨天晚上 先松山區的國中 再來文山區的國中跟幼兒園 早上又突然發現中山區的國小又有了 然後松山區的這個國小又再 國中又再多一名了 又再多一個學校 所以你一直停課的狀況底下 真的會讓人家很擔心 對 所以你看這個Delta入侵 是不是要直升四級警戒 有人這麼堅毅 柯文哲說乾脆在家打坐就好了 有些家長真的是寧願讓孩子在家裡打坐了 黃珊珊她說 不排除地緣關係 因為這個確診的國中生 外婆住在板橋 這都是瞎猜 都沒辦法做確認 但柯文哲說 現在在密切觀察暴風雨前的寧靜 我想要請教的是 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 開學絕對就是疫情 會開始到處的一個爆發跟流竄 到底該不該先在家裡上課 因為孩子雖然重症的少 對 但是畢竟老師如果沒打完全兩劑的話 對 所以大家可以冷靜一下想一想 今天有幼兒園的 有國小的 有國中的 都來了 那一旦這個有出現一個案例 連這個校方也都慌了 我趕快先全部都停課再說 我暫時不知道該怎麼辦 先暫時停課一天 我覺得這些事情 不只是校方本身很難做決定 家長可能也有壓力 到底這個停課 是因為家長一直抗議說 不行 我們知道學校有人 你讓我孩子回家 那乾脆全校都放 也有可能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這些事情大家冷靜一下想想 不管是Alpha還是Delta 還是未來其他的這些變種病毒 這樣的一個恐慌 這樣的一個混亂 什麼時候能夠解決 就是剛剛主持人一直強調的 只要我們的成年人 老年人 慢性病的患者 他們都已經覆蓋兩劑疫苗 那麼今天不管是幼兒園 有小孩生病 還是國小還是國中 其實都不需要全校停課 你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這個狀況 他們只要班上有人 可能三天一塞 塞到在門口 你有Delta那你回家 其他人繼續上課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些孩子回家 他不會把病毒 帶給自己的阿公 不會帶給自己的阿嬤 就算帶給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打過疫苗 他不會重症 不會死亡 社會就繼續滾動 我們的孩子其實得到病毒 很多人說 那我們孩子沒有打疫苗 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其實孩子重症跟死亡 非常非常少 死亡幾乎是零 除非你本來就有一些重症 慢性病危險 不然死亡幾乎是零 重症機率非常的低 所以這些孩子 我們今天看到 不管新聞上面出現 不同年齡的孩子 其實我都相信 他們最後都不會有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到底在怕什麼 我們怕的是 他回去傳給社區裡面 幾百多戶裡面 有老人家 還沒有打疫苗 或是打疫劑 可能還有這個時間久遠 可能保護力還不太夠 所以這個最後的解方 就是我們越早得到這個覆蓋率夠 我們越早可以不用再討論這些新聞 所以不要挑三檢視 就是剛才一直在強調的事情 我覺得作為兒科醫師 我必須要一定要 不斷每一個節目 我都要再講一次 如果再繼續挑三檢視 那麼未來又有新的學校 可能是你孫子的學校 可能是你孫女的學校 那你還要再恐慌一次 還要再被隔離檢疫一次 還要再送到新北 然後這個萬里又送到林口 這些事情以後可以不要再發生的 最快的解方 就是趕快把疫苗打完就是了 而且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不打高端 這些年輕人你冷靜想一下 你不打高端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你有沒有清楚的 去看高端呈現出來的數字 還是你的印象當中 就是聽到媒體說他多可怕加多可怕 廣告之後我們更多討論馬上回來 不會,不會, Astrid 谢谢观看